seswickließen 當時的事務院 その時の訓練編 西安真正的、 西安プラペ 成親 彭協泉 彭協和社會議 qui不關 costs 大講了 彭協 蜂 聖課 老師剛剛談論的論天 其實很獨篤 可以 fulfillment 等人時間五分鐘 我想都有一個很清楚的面 但是我們現在就有請下一位去說他們的見解 我們有請這個王仁丹先生 Hello 大家好 今天收到這個論壇的題目 關於香港2047的前途問題 我自己是基本上有一點 唯一一點是跟陳建文教授 我是認同他的說法的 就是這個2047的前途問題 那個主權的問題 其實那個實質意義未必很巨大 因為你哪能等到2047 你們怎麼可能熬到2047 你們不要這麼天真 你是不是瘋了 天進到爆 大家還妄想你們在這個香港的環境 這個一國兩制還可以維持著 在一個有限度的自由和民主的框架底下 然後你上街叫口號 靜嘴一下 說說這個共產黨可恥 或者是這個這樣的 不知道到時候哪個特首可恥 你以為這種把戲會延續到2047 這個我覺得是太樂觀 這個是 譬如陳建文教授剛才說到 他引述了一個很好的年份 就是1979年 1979年開始衍生了 關於當時的香港前途問題 1979年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因為那一年我出生 所以世界改變了少許 你有沒有這樣的 但是現在 今時今日去看當日的狀況 當然是不能夠同日而餘的 因為 剛才譬如 不好意思 陳教授 要借陳教授的講法 作為一個基礎去引述一下我的看法 我自己認為 香港 或者你現在心目中的香港 現在那個香港的主權的框架和結構 就是說你理解上 因為中國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或者一個很巨大的國家 然後我們作為一個 無論你怎樣去思考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殖民地來的 又或者有些人覺得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一個兩制的框架保護之下 奉行這個香港的法制 我認為這個結構是沒有辦法延伸到2047年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的而且確 無論你是本土派也好 你是大中華交也好 你都會扣入一個 你都會扣入一個討論的基礎上面 就是你去討論香港的主權問題 香港的自治問題的時候 你不能夠假設中國 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是不存在的 等於我們當我們在一些論述的時候 我們提倡 例如早期我們提倡這個全民制憲 我們認為香港人應該自決我們自己的命運 我們要重新和這個殖民地 這個宗主角去重新立約 又或者甚至乎在雨傘革命的後期 在雨傘革命結束之後 我們認為香港應該嚴重地思考 我們究竟有沒有條件獨立這個問題 都會收到很多的反應或者反響 或者反擊 就是跟我們說 你這個共產黨死的 中國還在的 你說這些話 你有沒有槍 你有沒有炮 你為什麼要面對一個這麼強大的國家 但是這個強大的國家 其實是極其虛弱的 其實是相當脆弱的一個政體 你看現在各樣的情況 已經顯示了這件事情 在怎樣可以看到這些情況 譬如在經濟的層面 在經濟的層面 他現在還跟你說什麼GDP 這個增長補出補白 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呢 有人信那一刻就奇了 去到現在人民幣貶值 即是連邱淑貞的老公 都立即將人民幣轉成港幣 我要強調他不是沈家衛 他是邱淑貞的老公 你知不知為什麼 他會選邱淑貞做老婆 他的眼光是可信的 OK 即是在這個層面上 你已經看到這個國家 是多麼脆弱 好了 你看這樣的經濟 再說一次 其實很多地方在重落太太 經常都說 中國這個政體 它沒有核心信仰 它沒有核心價值去維繫 它沒有一個 作為一個國家的 所謂一個共同的道德價值觀 甚至乎是不能夠構成為一個 我們不能夠用一個很清晰的定義 去定義何為中華民族的地方 也就是說 就算是用一個種族主義 去扣連這個這麼龐大 這個這麼地大的國家 它自己本身都是有難度的 這麼多年來它是靠著什麼呢 就是靠著苦難 被攻擊 一個免為其難的團聚 然後後來就是引申到的 就是經濟發展 高速的利益的群綁 好了 當這個東西消失了的時候 它靠什麼去維繫呢 它靠什麼去維繫呢 當我們討論這個香港2047 這個前途問題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需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面對的就是 當中國壞腦的時候 當中共這個政體 它可能發生內戰 它可能是瓦解 或者是陷入一個失敗國家的狀況 在這個時刻的時候 你們香港 不是你們 是我們 因為我想要走 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 應該處身於一個什麼位置 所謂討論的前途問題 要思考的是 我覺得其實 譬如剛才無論是工黨的朋友 或者陳建文的朋友 不是陳建文的朋友 或者陳建文教授 討論到那個問題 其實和民情滯後了很多 滯後了很多 譬如我們說 我們現在在討論前途問題 還在討論 不好意思 現在還有一個總結 還在討論是否一個主權 或者爭取一個更大的自主的框架呢 去到這個時刻 你看一下年輕人的主流意見 年輕人的主流意見 已經不覺得我們是中國人了 我們本身的思想準備 已經跳脫了 那一個 究竟怎樣去爭取更大的自主空間 我們根本就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了 去到這個時刻 在思想準備上 已經是跳脫了一大步 我們要考慮的是 當面臨一個必須要去承擔 我們自己要去承擔 作為一個地方的主人的時候 究竟當刻那個香港 它是處於一個民主自治而獨立的環境 還是已經進入了一個 中共內戰我們在某一個軍閥的管轄的情況下 還是我們依然是徐波逐流 不理他 在那裡等人打到 然後可能變成一個美屬的土地 可能變成一個英屬的土地 甚至可能變成一個日屬的殖民地 究竟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 萬年永續地去繼續做一個殖民地 還是我們要醒覺 當大院來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站起來 去捍衛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這個自主權利 這是真正要思考的問題 謝謝 阿溫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